嗨大家,我是雷亞 想說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五個有關義大利有趣的大小事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開始吧 第一點,第一點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它跟生活息息相關 反正呢就是義大利的廁所 通常都沒有鎖 尤其是在學校 然後反正那時候我剛到義大利就還不知道 那時候我就尿很急,然後我就很喜歡衝上旅車 然後我應該會在這邊放一張旅車的照片 然後我衝上旅車的時候我就超級喜歡 直接把那個門打開 結果裡面就一個女人,她就直接把那個門推回來 然後用義大利語文罵我 然後那時候我其實還聽不太懂義大利文 然後我就想說,幹嘛這麼生氣 自己沒鎖門 然後我就直接在推開第二個門 然後結果裡面有人然後就把他推回來 然後我就開始有點覺得 嗯,怎麼大家都沒鎖門 是沒有這個習慣嗎 然後後來才發現 自己去進去上門之後才發現 喔原來他們是沒有門鎖 用我踩痛的經驗告 來告結大家 第二點也蠻有趣的耶 第二點應該是一個有趣的小事吧 就是義大利 就是台灣進去電梯之後 會等所有人按完那個樓層之後 再按關 然後才會一起上去 可是義大利不是 就是 有一次很好笑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要進電梯 然後我就先進電梯 我就先按二樓 然後跟我們趕著去二樓 我就順手開 就是順手按了一下 結果他一樣二那個門就直接關起來 我的朋友就直接被關在外面 我就發現 他們那個關門的按鈕 根本就隨時擺槽開用 因為其實你只要一按你的樓層 他那個門就會自己關起來 我是不知道應該 那裡其他大城市會不會這樣 不過我的三尼亞島 然後三尼那邊 那邊的電梯 那邊的電梯 那邊的電梯性就是這樣 第三點 第三點我覺得很好笑耶 就是義大利的WiFi密碼 普遍都很差 而且非常難懂 就是那個密碼 會直接比什麼學測數學還難算 也難打 就是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 然後我說 喔你可以 就是我可以用你們家WiFi嗎 然後他就說 喔好啊好 我找一下密碼在哪 然後我常常說 什麼密碼還要找 就是我家的話 就直接設什麼一到八 或者是什麼 casos 之類的 其實我發現義大利人喔 每個人都把那個WiFi 當作比寶物還重要 就是他們就是非常不想要別人去 偷� matt 是怎麼樣嗎 反正那個WiFi 我我會在那邊打一個範例給你們看 然後他們手寫又非常的醜 就是他們喜歡一定打幾下小寫 比如說大打入小J、大K、小Z、03987、零Z什麼鬼 然後當我打完之後我就想說算了,不要用完擺好了 第四點 第四點就是我還蠻驚訝的 家裡的高中 他們規定不能穿檔褲跟上衣怎麼樣都隨便你這樣 我就想說是可以露奶然後不可以露肚 後來我就問母紅媽然後她就說 我們覺得穿短褲比較不得體 嗯? Scooza? 嗯? 那穿低胸可以嗎? 還有人穿薄紗上學 然後薄紗有點像內衣 OK 我陪我紅媽去一個小診所掛號 然後那個小診所 譬如說通常我們台灣人去診所之前 或是哪裡的國家我猜應該都這樣嗎? 就是你會先拿健保卡去櫃檯然後掛號 後來護士小女會出來叫號 就是我們平常的習慣就是這樣 好 好 好 可是那時候進去之後 我紅媽都直接坐在那個診所去的位置上 然後我說你不用掛號碼 他說不用 大家就寄下來先寫到的順序 然後上一個去完下一個就直接進去 然後那個時候我整個就 我整個都嚇到我想說是怎樣 就是大家就要先記得清楚 比如說你是在哪一個人後面來的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先說 欸 誰是上一個 就很奇怪啊 你進去看醫生 然後你一進去就要說 誰是上一個來的 然後就會有一個老伯伯 或是老奶奶不是有意義 不是有惡魔 然後你就要記得你要載他們下一個進去 然後就是沒有夠他的所需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說不定是因為那個診所很小嗎 希望今天這五個奇怪的 義大利生活大小事 有讓你們覺得有趣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 然後你們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訂閱我 或是按讚之類的 然後如果你們之前去意大利旅行啊 或者是你們也有去那邊 住過一段時間 有遇到什麼 也確實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 我分享 好 謝謝大家 來看我今天的影片 Ciao